仍想先看 小嘴主持人遭遇滑铁炉 男嘉宾内向耿直 触不输 给输太多了 对了 你还不爱听 现场女嘉宾齐翻脸 对的男士哑口无言 那就晚了 咋的 那晚了那你承认错误 承认错误 为什么承认错误 这个好连朋友都没了 但是爱情 你为什么来晚了 我不能以你为主 你得 那你也这么与会 我不会是没 我们的精彩内容 尽在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显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孙霞 接下来掌声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 瑞来 嗨 大家好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 爱情越热烈 越真诚 就越要含蓄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你的朋友瑞来 掌声欢迎小姑娘们们 嗨 相爱是一种感觉 相守是一种默契 我依然是绞尽脑汁 为您促成美好 阴远的小 同样慰问 特朗 欢迎面试里边的 四位女嘉宾 嗨 大家好 一号女嘉宾你好 这个年纪 就要展示至我 我是小甜心 留言 欢迎二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来找我生活中的大厨 三号女嘉宾你好 大家好 幸福就要干干干净净净 欢迎四号女嘉宾 生活就要多多彩 大家好 我就要喝多彩 主持了这么多少爱的选择 其实挺让我头疼的 就是不爱说话的男士或者女士 我想问问二位 如果遇到这样的男士和女士的话 该咋办呢 其实不愿意说话的人呢 是因为没有话题 如果有了话题的话 一问一答 也可以让他说很多话 贵人言语其位 我觉得吧 有些叔叔阿姨 就是不张嘴 那绝对是一个相亲的一个大忌 你不说 人家怎么知道你心里想法呢 我跟你说 为什么问这个一个问题呢 因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位男士就特内向 这得吧 咱先看看照片 这白底红衣啊 太耀眼了 吵着很壮实啊 是不是就是能武不能说那种 接着掌声给他上场 大家好 我是曼青的李循远 好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来 很稳重的 都是他实现的 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男嘉宾就找到了我们三个 然后我就感受到他的慢性子了 他是拿了一个我们那个台力 让我们帮忙签字 他走到我面前 把台力和笔放到我跟前 然后刚刚张嘴说 还是个急性子 好的 直接就签字了 就是这里是有故事的 霞姐 其实我觉得叔叔啊 是特别渴望身边有一个人说话 就是他们看到我们三个 就觉得我们三个 就像他亲人一样 不怕慢能沟通就行 叔叔的孩子在国外定居了嘛 所以说他孩子也不在身边 没有人说话 叔叔又是一个不太善于交际的人 国家练习唱歌 教会了唱歌了 玩了语言语言语唱 慢慢地这个孤单 把自己这个语言啊 有一点点给消磨掉了 叔叔这是自己说的啊 其实我觉得如果长时间自己生活 跟别人交流得少的话 是会影响到他的语言表达的 把他自己打开了 他就爱说话 就像我曾经因为工作 有一段时间就要自己生活 然后我就发现 首先是没处表达 慢慢变成不爱表达 最后变成不会表达 它会影响到一点的 对 所以男嘉宾 您真的是非常渴望旁边有个人 能够跟你交流是不是啊 对 我爱听 对 如果说让您找的话 您会选择那种特别爱说的人吗 我还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别说太多了 对 你还不爱听呢 当然别像我这样太能说了 都不跟你留口说话 您真的 今天您多说点 行吗 咱们咬牙切齿的去挑战一下自己 行不行 这么多的女士都陪着您闹 咱今天也对了对了咱语言表达 来吧 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下男嘉宾 19793号李春元 辽阳人64岁 交通局干部退休 李毅 有住房 女儿定居国外 李春元总说生活平淡 但要寻找生活的意义 不愿停下自己脚步的李先生 总觉得应该做在什么 所以从交通局退休之后 邪目住的他又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有钱赚又有事情做 这让李先生觉得充实又快乐 同时李先生还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和家人都相处得非常好 女儿在国外定居 前几年 李先生每年都会去新加坡看看女儿 但是自己总觉得生活缺点什么 自己回到家 连都说话的人也没有 渐渐的也不爱说话了 原来喜欢的画画他也放下了 现在只希望有个人能跟他说说话 来吧 那接下来就找跟您说话的人好不好 来 联系密室 这么不爱说话以后会不会冷战呢 学学唱歌让自己动起来 把话说出来 这样心情会更愉悦一点 你让他唱就说呀 那肯定得让他喜欢上唱歌呀 您唱歌脱牌不 不脱 没事 你在四个调上就行 唱一个调无所谓 我教你 把你教会了 我好连你出去 跟我那些朋友去唱歌嗨歌啊 那我唱 我站在别的服务中 恨不能当心灭灭心虹 你这来得快 去得也快 挺好挺好的 慢慢来刚开始还有点紧张 我发现一号女嘉宾挺厉害哈 您这一沟通 他说的话确实是多了点哈 挺好的啊 男嘉宾加油啊 好 我来阿姨加油 可是在我们周末特别版亮光相 亮相之后那真的惊艳全场 小身材可好了 身又甜 身材又好 而且还特别会照顾人 长得人也美 来吧 连线二号女嘉宾 男嘉宾 我是二号女嘉宾 你好 另外比较长得挺稳重 挺大气一个男的 就是哪 喜欢旅游吗 喜欢 我也喜欢旅游 但我没有时间 有时间一定要跟你说出旅游啊 男嘉宾说话慢你建议吗 我不建议 但是需要长勾头 不怕你慢 就怕你不说 对 男嘉宾你是这样吗 就比如说您说话慢 所以呢有些话你就尽量 哎呀 能不说的我就不说了吧 省得还让人等我 对 所以二号女嘉宾说就怕你这样 你可千万别不说 你多慢我都等着 都听着 那行 那行是吧 对 如果真的有这位女士说 我会静静地来听你说 不管你说多长时间 你多慢 我都愿意聆听的话 你愿意表达自己吗 对 二号有没有那些功夫的啊 有 可以 可以 有耐心 对 其实我觉得说话慢吧 好像是一种习惯 二号女嘉宾你急性子慢性子 我急性子 我说话快 他能接受就行 说话快你能接受不 等他说完呢 我希望一个慢性子一个男人 但是得给我公投 他不能干价吗 他能老慢吗 你贼快 不能 他干完了我就全部干了 讲理就行 讲理就行 我是最能讲理的一个人 就是他遇到不讲理的人 他最能讲理了 讲起来就没完 对 行吗 那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到底想找讲理不讲理 对 你想找啥样的 找讲理 来 三号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我看你长得挺干净的 干活干净不 干净 我是三号 你多长时间换一回不穿哪儿被这儿 你多长时间换一回不穿哪儿被这儿 三年换一回 还行 我这些过程当中特意没说话 我就看这场子摟到什么程度 但男嘉宾画是有点少是不是三号女嘉宾 是 是 他也有点太慢了 那你平时也是这样吗 对 他有摔挺快 那比喻说咱俩 组合一家了 对 我要跟你拉了磕 我的兴致急 跟你快速 跟你那啥 你觉得能接受吗 嗯 问题是您能不能接受 但是我知道他大 差点年龄上是吧 对 嗯 好了 来 谢谢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来 四号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你喜欢维艺吗 一般 听歌呢 听歌也喜欢 叔叔是属于把磕撩死的那种 就是人家跟你话 一个字一个字往来蹦 对 其实四号姐姐没发现 刚才咱们男嘉宾啊 都已经唱了一首歌了吗 其实她唱了一首歌 就表明她唱的 要比说的好听 你就是一直以来说话 都是这么说吗 一个字 两个字这么说吗 开始不是这样 是不是我 是不是你生过病啊 同学渴我 我要学学 学回 他不渴我 我渴我 他 语言上有问题是什么 是在上学的时候 学同学那个 对 口吃 是吧 对 结果人家好了 你改不过来了 对 是这么回事啊 所以你为了改掉 口吃这个毛病 就慢点说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如果要是能够通过唱来 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 语言表达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看这个引领的人怎么样 是 好像是 可以把自己这个 说话这个声音 可能慢下来了 所以省待好像 就像受主了 是发不出来隐日 也给你感觉 谢谢我们的四号嘉宾 其实我们希望男士 不说话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 会什么呢 会心服口服 你就是让叔叔听话的意思呗 对的 还得是发自内心那种佩服 说媳妇讲的 太有道理了 我不反抗 不辩解 是因为我服你 那叔叔点 可以 那叔叔点娶了一个 什么媳妇呢 娶了一个讲理的媳妇 来吧 一段连线之后 男嘉宾你要从素艺当中 首先要选择出一位来 来 听一听我们二位给你的建议 我说四四号 你应该二号 你修话请得把他带一带 我不行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身边有一个性子比较慢的 或坐视比较慢的人 往往对面的那个人 会容易特别急 是因为对面的人 不能够和他一起同步进行 但是我发现 刚才二号姐姐说 他反而喜欢慢性子的人 我觉得这个 倒是真的很少见 所以像大哥 你的性子比较慢 或者你说话比较慢的话 身边的这个人能够容忍 而且能够引领你的话 我觉得生活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的亮色 所以我觉得手推二号姐姐 对你应该是比较有利的 我真的主推一号 因为一号阿姨我很熟悉 她是干月嫂的 然后说话也很温柔 她极具有耐心法 你想面对一个婴儿 都那么有耐心法 我想跟你在一起生活 磨合也好 还是你说话的这个语速也好 我相信阿姨只要爱你 她一定能适应您 或者是跟随您 我觉得她这一点 确定是没问题的 那么男嘉宾会选择 几号女嘉宾呢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女嘉宾亮丽登台人人夸 男是啥发现 演得众人尴尬 年轻不 太年轻了 二十几啊 三五十五 就你可真 男嘉宾傻表现 女士直接翻脸 有点太不爱说话了 爱的选择 精彩稍后继续 品牌惠名万里型 厂商原产地职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是来自保真堂的 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 杀芹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干净卫生好携带 说起这杀芹麻 大家马上能想到的 就是金黄软糯 酥松绵软 轻轻掰开 还能拉丝儿 甜蜜的香气 扑面而来的美味 咱们的杀芹麻呢 还是在用木糖醇 代替蔗糖 无糖吃得更放心 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 除此之外呢 还添加了南瓜籽 葡萄干 白芝麻等 营养丰富的坚果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坚果的数量 还是非常多的 美味的同时 营养丰富健康实惠 咱们肉眼看得见 酥松软糯不黏牙 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 无糖清甜不油腻的 山药坚果杀芹麻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是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6盒 铁棍山药坚果杀芹麻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搏打电话抢购吧 自从我戒烟以后啊 就是老是想吃点东西 管不住嘴 老伴给我买的 这保真糖益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 就真合适 最主要的是 这里边没有折糖 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 吃了它营养丰富 还不怕高糖 特别适合我们吃 这不才99块钱 买三盒还送三盒 这么合适 咱们特地抓住机会啊 这添加了益生菌木糖醇的 山药坚果杀芹麻 是方便又好吃 金黄酥软 香酥软糯 里面呢 用木糖醇呢 代替了白砂糖 另外呢 这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 促进消化吸收 老人孩子啊 都适合吃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呢 今天啊 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 送三盒 99块钱 6盒 铁棍山药坚果杀芹麻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保真糖益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 软糯香甜 好吃不粘牙 一口咬下去 清香甜蜜在口中扩散 吃一口精神满满 吃一口满口流香 原料加入益生菌 和多种营养丰富的坚果 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 木糖醇代替蔗糖 保证口感味道的同时啊 给您带来更加健康的美味 丰富的营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随身携带很方便 随时随地补充能量 那这香甜软糯的 益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呢 今天啊 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 6盒铁棍山药坚果杀芹麻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男嘉宾您最终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选择几号女嘉宾 二号 二号女嘉宾 我先接来咱先看看她的照片 我还是 身材这么好 青春亮丽 是呢 没错 但是我一看到瘦的女婿 我就想说 你太瘦了 是不是吃得不好 你是不是没人疼 你是嫉妒 你是不是嫉妒 她这个好扑三盒 是口齿的 她肯定是抖过脑梗 她抖过脑梗 但你去直接 你更机会 直接锁出来 刚开始 你已经没有心理不来 喜欢瘦的女士吗 喜欢 喜欢 喜欢胖的女士吗 这别太胖 别太 我看来 我还以为就是客气客气呢 真喜欢瘦的 好 来吧 掌声有请女嘉宾上场 大家好 我是铿锵玫瑰王雅娟 好 欢迎你 你好 你好 来 男嘉宾认识一下 你好 好年 还行 她个儿高 你还别走错地儿了吧 太年轻了呀 你应该是青年相亲组的吧 她不穿黑的还好点 但你爸要黑的不太眼儿 你怎么走呢 二十几啊 五十八 我确实 确认资料 是五十八岁 还有两岁六十 你也太不像了 有人说 很好 除了看一个人的年龄 看脸 看脖子以外 更主要看腿 因为腿的皮肤 最能够体现出一个人 是否参考 你的腿型 这皮肤 我的天哪 就你二十多岁 有人信啊 过了 还有我告诉你啊 看一个人 因为人老些老手 你把手伸出来 也挺老 好了 放下吧 我手天天晒的 不是 不说什么 你这手比我的海淡呢 就很健康啊 还可以 她穿黑一点的更甜的 年轻不 太年轻了 你年轻刚上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吓一跳 怎么跟我搭配的呢 怎么太年轻了 是吧 你以为她年龄很小呢 是吗 对 你觉得她外貌上年龄 应该多大 她厚实儿 像五十 头在小腿上 瘦瘦的显得年轻 上身不年轻 从前面一吵 说到六十岁都是新的 三五十五 你可真 我都没瞅出来 本性挺欧美的 学科还搞瘦瘦 很年轻 就是四十多岁 就是近看远看都是 对 那我发现呢 她除了说话慢 而且说话还不太好听 好不容易说起那句的字 太伤人心了 不伤心 实话 太喜欢这样人说话了 太实在了 那你不喜欢男人甜人女的 对 那生活当中 你有点小情话啊 那她没有啊 你会渴望有吗 我渴望有 我得需要一个那儿男人 来吧给你的机会 假装对方是你的伴侣了 正好是在热恋当中 跟人说两句情话会不 好 不会 那不行 你现在就说 不爱整 不爱整的事 不爱整的事 你说女人 不需要这些是吗 不是 回家没人了 老板 你现在不老明白 人能跟你回家吗 是不是 就是说人想考验你一下 哪能那么七夕 嘉宾和女嘉宾都是一样的 哪有那么多七夕能成的 对不 你主要说看在电视底下的 平平下的人 假装的 假装她是你的媳妇 对 她今儿穿成这样了 把你夸一下 我们都不再 你不认真 你是女儿 嘴太败了 半直 你们啥四直 都直 我们啥再直也没有你直啊 就是直男的 直男的 直男的 太直男了 不能说黑的 黑的上镜不好看 真的 咱先看看女嘉宾的短片 了解一下她 14188号 王雅娟 是洋人 58岁 离异 有住房 出租车自营 子女独立 王雅娟女士总是开玩笑地说 她就是传说中的女司机 但是她可不是马路杀手 她是正经车技大神 女低歌 平时王女士就开着车满水羊式溜达 不过她可不是女汉子 王女士也有自己温柔的一面 她在家没事就爱收拾屋子 家里虽然小 但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王女士觉得 把自己的小家打理得干净温馨 回家休息的时候 也会觉得特别有归属感 但是风风火火的王女士 也有着自己的小难题 了解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的人都知道 这类人群难免需要风餐露宿 王女士自己一个人 一般就在外边凑合一口就完事了 她总说 外边的饭哪有家里的好吃呢 谁不想到家能有口热乎饭呢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做饭的人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因为我知道二位都在工作是吧 男嘉宾您的工作时间是早几晚几 早七晚五 有周六周日吗 没有 女嘉宾的工作时间是 我是早六晚九 你咋正常时间呢 我自己开出租车呢 开大白板 大板 他开店开两板 开出租车的呀 你就媳妇天天穿这样开出租车 太让人不放心 但是我把握得好 这个工作你打算干到什么时候 退休嘛 退休 您是六十岁退休 对 就是六十岁我们出社行业不让干了 我就能就不干了 我现在本身是退休 还有两年 还有两年的时间 对 男嘉宾有工作您建议吗 不建议 建议 您挺支持男士说到这个典礼也去打拼的 对 丑身材一下小人丑脸 打个分吧 男嘉宾首先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对 98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95 好 接流请二位咱们坐一下聊 这就得当儿子养 这样的人就得当儿子养 你退休了吧 退休了吧 你家孩子在哪儿 那你也没有负担是吧 没有 我家孩子在哪儿 我家孩子都没结婚 但我没有负担 我家孩子 一个儿子一个姑娘 你有点太不爱说话了 你要接眼的是吧 对 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 你问我 问我 我问你工资多少钱 三千算 交通队退休的工资不搞啊 再加上那啥呗 加上那一千八 那一千八 那不就保安的活 就抖一千八 现在保安活抖一千八 四千多也行 五千一 咋不会算呢 我不会算 这找完工资 他还没我工资搞 工资可以 他找到一信工资能教我不 看看完了 看看完了 给您调整一下行不行啊 咱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感情功力 来 李先生和妻子是青梅竹马 感情非常的好 对方是鲁尾的大学生 他也学习美术 两个人很有共同语言 可是李先生说 再美好的婚姻也会被距离打败 孩子去新加坡读书 妻子或去陪读 这一陪就是十多年 李先生觉得 他只要守住这个小家 等对方回来就行了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分离 有一天妻子突然通知李春元自己要回国 他本以为他的等待到头了 可是等到的却是对方离婚的要求 妻子说找到了更合适的人想要离婚 李先生很痛苦 但舍不得耽误对方的幸福 于是选择了放手 就这样十年又是十年 李先生一直是自己一个人 无尽的等待就像是深渊 让李先生希望有一个人能照亮他的生活 让他继续向前 我们叔叔是非常重感情的一个人 当年自己和姐姐照顾家里的老人 照顾父母不能应该的吗 他觉得他姐姐特别不容易 把自己的房子更名成他姐姐的名字了 姐不行了 弟弟还没媳妇 你当姐姐要你自己的房子 应该吗 你弟弟给你都不能要吗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叔叔 当年考大学是考上一本 就本科学校 为了节约家里的开销 他选择了专科 那时候条件也不是那么好 就是对家里的责任感 他承担的特别多 他家就两个孩子 他和他姐姐那也不困难 条件不也行吗 那还用这样吗 其实我可以感受到 男嘉宾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懂得感恩的人 也同样能够懂得吃苦 得到了对方的这个关怀之后 他也会反馈给对方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在懂对方这事上 你做得怎么样 就是你可以说话慢吗 你坐在这儿的时候 哎呀 我刚才听你说完这段 我也挺有感受的或者 你这一些话会说吗 会 完事了 一个人的说话真是影响 你给他情绪也说 对呀 你嘉宾现在58岁 还在开车 你觉得他辛苦不辛苦 挺好 你怎么体谅他的这份辛苦呢 如果他跟你在一块儿了 你介意他不干吗 介意 那你怎么养他呀 你就负责养他呗 对 哎呀 挺有泪人的 着急 现在我们可以鸦雀无声听您说 我们也不着急 您表达 您尽量表达 慢无所谓 还是打击一下子 那如果真的两个人打起来了 或者因为一件事有分歧了 您咋解决呀 沟通不呀 沟通嘛 沟通嘛 嗯 比如说今天早上他七点钟 就要去出车 你就告诉他 不行 七点钟我要邻里见我的家人 有个挺重要的事 我看你怎么劝他呗 他说不行 我这边人答应顾客了 我早上七点钟接他去呢 您现在怎么说 我愿意去 太绝情了 今天呢 我愿意去 愿意去 重要 要是重要一点 我就可以 那就重要 那能不能厌一下时间 那可以 厌时间去 厌时间 我摆这个客源 送完了之后回来的 那行 就完事了 你结果你别这么说好商量 你说今儿我就肯定没时间 那改日呗 那改日呗 完事 那你看那 今儿不见那改日呗 就是多么长的故事 男嘉宾都能给他 立刻画上句号 男嘉宾 你的好心 你的好意 还有你所做的 想到别人 很少想到自己 这一点都是非常美好的品质 但是你如果在生活当中 两个人和平相处的话 一定是有忽有硬 你这样的话 生活才能够有滋有味 否则的话 你会发现 对面的那个人 他的热情 会一点一点的 由热烈变成凉凉的感觉 是吧 对 所以呢 多次叫几个字 这样的话 你会让你的生活 变得不一样 我说话 比人家慢 但是你要太着急了 可以理解 那你得把事说明白了 你不能太慢了 不是 什么事没说明白 我假如说我要说我出去有事 你跟他还没完呢 对 那我让你也跟着去 那你说的我 需要我去 那肯定需要你了 要不需要你 我能跟你说吗 可以去 那我跟家还没事 吵架快点 可以呀 可以呀 我觉得还行 吵起来了嘛 是啊 我阿姨还挺高兴 吵起来了 她们是女人 我不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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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今天要上班 你也得去呗 上班我去呗 打电话请下呗 好 那我能理解的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她俩也提上来了 那吴鱼她俩也不可能成 不是 我说这男人说话 我不是女人 啊 都能想到她了 来 接下来咱也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来 女嘉宾经历坎坷惹人怜 男士沉默尴尬相对无言 她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吸引到你了 我第一个是闪婚 就出了嗓又结婚 你那啥呀 你那你们唱 现场财力大必拼 男士唱得比说得好听 什么双眼皮啊 干的 干的 我勤快打动不了你 我有勤快也可以啊 爱的选择 精彩稍后继续 品牌惠名万里行 厂商原产地职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是来自保真堂的 易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奇马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干净卫生好携带 说起这沙奇马 大家马上能想到的 就是金黄软糯 松松绵软 轻轻掰开 还能拉丝 甜蜜的香气 扑面而来的美味 咱们的沙奇马呢 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 无糖吃得更放心 还添加了丰富的易生菌 除此之外呢 还添加了南瓜籽 葡萄干 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坚果的数量 还是非常多的 美味的同时 营养丰富 健康实惠 咱们肉眼看得见 松松软糯不黏牙 添加了丰富易生菌和坚果 无糖 清甜 不油腻的山药坚果 沙奇马 今天啊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厂家特惠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 送三盒 99块钱 六盒 铁棍山药坚果 铁棍山药坚果 沙奇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抢购吧 自从我戒烟以后啊 就是老是想吃点东西 管不住嘴 老伴给我买的 这保真糖 易生菌 木糖醇 山药坚果 沙奇马 就真合适 最主要的是 这里边没有折糖 还添加了 易生菌和坚果 吃了它 营养丰富 还不怕高糖 特别适合我们吃 这不 才99块钱 买三盒 还送三盒 这么合适 咱们特地抓住机会啊 这添加了易生菌 木糖醇的山药坚果 沙奇马 是方便又好吃 金黄酥软 香酥软糯 里面呢 用木糖醇呢 代替了白砂糖 另外呢 这里面还添加了易生菌 促进消化吸收 老人孩子啊 都适合吃 香甜软糯的易生菌 木糖醇 山药坚果 沙奇马呢 今天啊 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 送三盒 99块钱 6盒 铁棍山药坚果 沙奇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保真糖易生菌 木糖醇 山药坚果 沙奇马 软糯香甜 好吃不黏牙 一口咬下去 清香甜蜜 在口中扩散 吃一口 精神满满 满口流香 原料加入易生菌 和多种营养丰富的坚果 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 木糖醇代替蔗糖 保证口感味道的同时啊 给您带来更加健康的美味 丰富的营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随身携带很方便 随时随地补充能量 那这香甜软糯的易生菌 木糖醇山药坚果沙奇马呢 今天啊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六盒 铁棍山药坚果沙奇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再通过董事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经历来 王雅娟女士来参加相亲之前 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 她问女儿 自己上爱的选择行不行 没想到 女儿一下子就答应了 王女士知道 女儿是懂得她的孤单 王女士曾经有过两段婚姻 有喜有悲 喜的是 这两段婚姻 分别为她带来了 董事的儿子女儿 悲的是 最后都没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王女士自认为是一个有包容心的女人 但是对方却总是触碰她的底线 她的第一任丈夫酗酒非常严重 喝完酒还会去歌舞厅跳舞 被王女士发见也不愿意改 王女士实在难以忍受 她和其他女人暧昧 所以毅然离婚 后来遇到了第二个丈夫 对方经济条件很好 也很温柔会说 王女士为对方孕育了一个女儿 可是后来王女士发现 对方有赌博的恶习 慢慢的还和别的女人有染 被王女士发现也不痛不痒 死不承认 王女士说 自己已经受够了不忠诚的伤害 所以也选择了离婚 王女士总说 这么多年 自己一直像一块扶贫一样 独自漂泊 还好儿子女儿都很懂事 她也没有什么负担 只希望找一个稳重温暖的人 能够陪陪她 余生你愿意陪伴我吗 你感觉都不费人才有 不费人 李嘉宾哈 你有两段婚姻 这两段婚姻呢 我觉得捏不捏不 像一个人似的 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吸引到你了 我第一个是闪婚 就除了伤又结婚了 你为啥结婚当时 那年龄也大了 也就是27年了嘛 也早几年了 那时候就想找个 韩老保守单位 特巴斯 铁路的 您那啥呀 您跟您说 若好就吸引我了 丑的家庭挺稳重的 没想想她是那儿的 因为闪婚 没考虑那么多 百分之百是农村人 第二人吧 咋认识的 也都是通过朋友 朋友介绍的 自由恋爱 我对男人要求不高 别触碰我底线就可以 所以说 你不断地去退让退让 最后给过方 换的是得寸进尺 对 我感觉阿姨 还是有一个原因 她太要强了 就是从年起 到第二任丈夫的时候 她好像一直在外面拼搏 有点是那种她主外 然后男人怎么样都行很放纵 不要强者 不断 知道已经不能还能造 阿姨也说她自己工作太忙 根本就 她和爱人之间这个感情生活 她其实是疏于精盈 女人家里需要女人的温暖 女人是家里的阳光 如果你家里都没有阳光 你再从外面能挣钱 家里永远也是没有烟火 你知道吗 家里过去是人气 是 所以说呢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看管对方 找六万九 马上也不跑 然后对方就放纵了 所以我觉得阿姨 你是受伤的一番 对 我是挺受伤的 你看到挣钱有什么用 能留住爷们心吗 我觉得就是俩人都互相吸引吧 我也是就是说没想那么多 因为我 我一直干出社行业 我没有时间去哪 那你觉得为了工作 而毁掉了自己的家庭 或者忽略了自己的家庭 也不算忽略吧 该关心的也关心 该账务的也账务 但是就是 可能是外头世界太好了吧 我就在我那小屋里 待的时间太长了 那早六万九的话 哪有时间 半夜又回去啊 女嘉宾把大部分时间 用在工作上 而把这个对丈夫的这一份提醒 根本没有做到 咱看看密室里边的女嘉宾 对这个事怎么看来 女人是家庭的太阳 是家里的温暖 你早出晚归的 你去郑都挣来多钱 家里没有温暖 没有太阳 男人就会上外边去晒太阳了 对吧 夫妻之间不是谁欠谁 夫妻之间是相互包容 相互理解 你太冷落她了 她没有时间 她的时间 没有办法打付 打付怎么办呢 没办法打付时间 那就打完麻将喝酒跳舞呗 外边的世界多精彩啊 是不 外界的世界也很无奈 家里又没有太阳 家里的太阳就挣钱去了 你挣多少钱 她拿你这个钱不就挥霍吗 她不会尊重你的 她对你都没有好感 她都不会心疼你的 她因为你就应该挣的钱 我就应该挖的 你要这个家 你要想兼备 不一定就非得要找六碗酒 因为啥呢 家里的温暖一定要给 那男人嘛 既是儿子又是学生 又是爱人 嗯 这三个角色你要办 你要是能照顾过来的话 我觉得 应该是没太大的问题 好 谢谢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的意思是什么呢 该给丈夫温暖咱就给 但是呢 该进行严厉批评 也要进行严厉的批评 所以起码人都知道 她这么做你不高兴了 对吧 要想抓住男人 想要滚住男人的胃吗 是有这句话不 啊 先用爱把它给钻住 是不是啊 做美食 可口的美食 还有呢 你觉得应该做些什么 嗯 有的男人花起来 也不完全就是在景气上 嗯 这人的本质问题 有的男人从本质上 就有责任性 有家里这个概念 他就不会那样 嗯 谢谢密室里的你嘉宾 我觉得啊 女人对男人也需要严管 好 男人越管越严管 就像我的丈夫 她有一段时间 特别喜欢跟别人去喝酒 我就会表达出来 所以我很不高兴 很不高兴 后来有一天 她真的喝多了 她回来进门的一句话 也就始终在说那句话 就说 我怎么这么怕你呢 我怎么这么怕你呢 我说你睡觉 好 我怎么这么怕你呢 然后就是 换完又到那屋去睡觉去了 她下次再喝 她就心里也打醋一点 我觉得虽然好像有点狠 但是我觉得这个必要的 就提醒她 我就是你喝可以 玩也可以 我知道你在哪里就行 但是你知道吗 她有被管的这样一种感觉 她有对家庭的责任心 能够在情感上监管 经济上监管 更主要的是 责任心上 要让她对家里面有 这样才行 因为我这几样都不监管 正是因为不监管 所以她才花花世界 专家那也不行 对 还不好吧 我爸 其实我觉得放松男人 可能她会有责任感 就是对家有责任感 但是我没想到就是 到反倒没有 就是给她的空间太大了 你想营造的事 我多么懂事啊 对 我多么善点人意啊 去男人我都不管 对 所以说就是 所以适得且大 对 所以我想说 男人是儿子 是学生是老婆 有不同的持续 不同的对待 不同的方法 她肯定会对家里 建立什么一种责任感 不行我得回家 一会儿去我快回来 我得赶紧做饭去 不行跑一天 她得这么想 阿姨我想大胆地说一下 其实你那两人的丈夫 都不适合您 要我说的不好的话 就是婚姻过年 她们身上也有别的女人 喜欢的特质 有颜值 有的是经济条件非常好 现在就是这种 要遇到我的 你看有观众 她给外面肯定有很多诱惑 但是姨 文文有告诉你 我希望你下一段婚姻 找一个老实芭蕉 因为你是事业型的 对 你还有两年 甚至是说 我感觉你退休之后 你可能也不愿意闲着 对 你这性格适合找一个安稳稳 老实芭蕉 跟你过日子 甚至说很多时候 能迎合您的这样的性格的一个男士 对 我真的觉得旁边这位叔叔 就挺靠谱的 咱不能再受伤了姨 文文还挺心疼您的 找人呢 擦亮眼睛 有的人适合您 有的人不适合您 来吧 男嘉宾呢 您是属于愿让别人管的 不愿让别人管的 不愿让别人管的 愿让别人管的 就上哪儿都得抱背 尬去了 你怎么刚才两分钟 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了呢 不饿了 有点不饿 像女嘉宾所说的 你只要我知道你在哪儿都可以了 可以 可以啊 那这女生也得有耐性 没有耐性就卷钱跑了 我愿意自由的生活 自由的生活 你希望女人不要管你 我必须给男人树立一种家庭 因为责任感 心灌心灌就好了 这倒是不是主要的 主要是说 你对男人吧 拿出来啥心情呢 尤其咱就是敢从小的 咱别说半路 半路拿着啥 十个责心 还不来他一个 十一知道吗 你出来了 也不出来了 那什么话也说不了 好了 来接了 有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邀请 好的 邀请我们的女嘉宾 先稍作休息 咱们一会儿先好吗 好的 来 咱们啥 我能一脚一脚一脚 我都再过一会儿 你就得疯 爸 他说不出来话我都能疯 都能疯 好的 男嘉宾 你还有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呢 四号 四号 四号女嘉宾接来 咱看看四号女嘉宾的照片 非常时尚的一个女士啊 男嘉宾猜一猜 女嘉宾墨镜下边的是 带一圈带一圈 带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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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呢 透过现象都看着本质了 你看邀请 那个劲儿 啥也不用 他不说话 一句话说不出来 看你还笑那种动作 那我就笑呗 那装笑 你跟他说话 不回答 说不出来 今天来再看一看啊 一副墨镜下边 是不是水灵灵的大眼睛 掌声去女嘉宾上场 男嘉宾你好 大家好 我就是我 我有散亮的生活 我叫贺桂萍 好 欢迎您 你好 男嘉宾你好 来 请二位来到身边 来 我是个好朋友 我们旗袍都是队员 他说人特别爱说话 那是上台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对 我们总在一起 跟那个照片上有区别没 没有区别呀 没有区别呢 刚才孙霞说话的时候 你绕过他 你仔细地看了看 咱们姐姐的眼睛吗 不是 对 你说 说眼皮呀 甘的 你看他半天说他一句话 我们阿姨 上台之后 显得很文静 但是文文知道 她私底下是特别爱聊天 而且很可爱 活得相当的通透 两个人需要沟通 那你想找一种 特别能说的男士吗 这个 适可就行 不是太能说 也别太不说 那你觉得男嘉宾算是 太不能说了 对 就是感觉 我在头一下 挺感觉 躲一看 着急 您觉得你能改变他吗 这个 那看 可能这么多年了 已经形成这种定性了 感觉都 可能能改变吧 那他会令你生气吗 也许 也许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 会让你生气 就是说马上立刻做决定的时候 你说不出来 对 会让你生气是吧 但其他的家庭生活当中 说话慢了 就无所谓了 对吧 你真的我教你个方法 立刻把它治好 你教他唱两句歌吧 行不行 这回发挥你的强项了 咱不敢说了 对不对 对 你着急我还着急 咱唱好不好 您会啥歌 俩人合唱的 小白羊 小白羊 您会吗 那一句两句 一句两句 来 二位 近一点 太狗了 那起低点 一颗小白羊 长在小说旁 歌而深 夜而庄 一起被我手边讲 不呆俗这小歌 想不想来 就会这一个歌 哎呀 急死我了 他本来让你唱的说 你要学歌啊 行不行啊 行 对不对 你觉得你姐妹是快行的 还是慢行的 冬鹅巴她 对 她出门吧 出门还行 你就是 在其他的时候就是有点慢 嗯 我情话打动不了你 我有情歌也可以啊 那刘三姐是怎么加出去的呀 这绝对是一个好招 对 所以说咱另辟其境好不好 好 来吧 接下来从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 二零八六三号 赫桂萍 水洋人 五十七岁 丧偶 有住房 金牌月嫂 儿子已婚独立 即便是一只小小的蚂蚁 也有它生命的意义 人活一世 就该做一个乐观的自己 大家好 我是乐观兴趣多的贺桂萍 我觉得既然生命无常 我们应该把握现在 深吸所有 该自在的就自在 该潇洒的就潇洒 各自玩满自己的一段生命 这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了 在朋友面前 我是爱说爱笑的乐和主 可是在陌生人的面前 我就会管住嘴 你别看她现在这样 跟我在一起 可开心可快乐 愿意跟我在一起 平时比较沉闷一点 那些也是挺阳光 很灿烂的女孩 也渴望一个温暖 微信的爱人 能陪伴她 我在住月嫂的十几年里 接纳了很多家庭 也许了很多人 有时候不说话 也是我自己的一种保护伞 低头做好自己的事 也是保留自我的方式 因为职业的原因 我对于饮食的营养健康搭配 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烹饪是一把好手 以后我的另一半想吃点什么 我保证会做的既好吃又营养 现在我也不怎么再接 越少的单了 半辈子喂别人 也该美满自己了 现在我的业余生活 会和姐妹们有时出去唱唱歌 走走模特步 而且我还学了一点舞蹈 这个年纪就应该把自己的生活 经营得多知多彩 亲爱的 我真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好的 谢谢 爱你 拿你当宝贝 谢谢 你也真心诚意 爱她 陪伴她 祝你幸福 宝贝 谢谢 爱的选择 我来了 来吧 见面了 彼此打个分数 男嘉宾首先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就是吧 好 谢谢六千二位 咱们继续来慢慢聊 来 邀请 你退休几年了 四年 退休一直在家带着孩子又 又少工作 怎么工作呀 看门胃 啊 门胃啊 工作的环境你能适应吗 假如来访客人了你能应 是 你说话人家能挺健吗 能 来人家就问一下呗 问他说对了 想他进来 我感觉你 要是在外边有空气空旷的时候 问你 你这个声音他能挺健吗 我大点声说呗 那你为什么不大点声 可是没有必要大声 不是大声 好 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你嘉宾的感情经历 男嘉宾约会有啥坚持 你的女士发怒不可收拾 我有点儿 有点儿不行的 要是这样做连朋友都没了 你为啥不能给我打电话呀 那你作为一个男人你等都没有 我这边是有事儿什么叫有事儿 爱的选择 今才稍后继续 近视又老花 眼睛推来推去 真难受 老花还散光 看东西有虫眼 眼睛特别累 随便买的老花镜 没有一副带着舒服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 不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 看镜带镜 看远要摘镜 走路不能带 外出还得随身带着 如果带错度数 还会头晕眼花 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 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 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 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 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历经68道工序 才能定制生产一副合格的新型花镜 超视力新型花镜 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 只需一副 看书走路 开会开车 看远看镜 一副眼镜全解决 很方便 超视力新型花镜 近视老花 看远看镜 只需一副 自从带了超视力 无论是办公会议 还是户外出行 有着一副眼镜就够了 戴超视力新型花镜 看东西不重影 眼睛也不累 户外还能变色 连太阳镜都省了 还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新型花镜好 步数精准 佩戴才舒适 超视力新型花镜 采用渐变胶核心技术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一对一量身定制 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 老花 远视 散光 各种视力问题 看书 看手机 走路 开车 都能戴 还可以定制防蓝光 变色 防眩光等功能 不论室内办公 还是户外活动 远近都能看 事物不变形 视觉更清晰 很多老人眼睛花了 不愿和儿女说 是因为年轻人根本体会不到 眼花后给生活带来的困扰 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 因为用眼过度 人未老 眼鲜花 硬撑着不配眼镜 对眼睛其实很不好 为了不影响工作和视力健康 还是建议大家根据需要 来超视力定制一副新型花镜 超视力我戴了六年多 每个月都到店里保养调教 三个月复查一次视力 前一段又升级了 一副大为全是眼镜 戴着特别舒服 超视力新型花镜 近视老花 看月看镜只需一副 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乐观的女人 不一定是因为她被幸福供养 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经历痛苦 所以更加自己眼前的希望 我并不是一个幸运的女人 我和丈夫的感情 并不太好 她脾气非常爆 一言不合 我们就会发生争吵 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我一直忍受退养 她16年因为脑出血离开了 但这么多年相处 还是让我难免心痛 我对于婚姻伤了心 也害怕再有人在我耳边大声训事 现在我再次寻找伴侣 不求她如何高大帅气 只求她柔声细语 我愿意拿出我最大的温柔 与她细水长流 共度余生 你是那个温柔的她吗 女嘉宾如果现在让你总结一下自个儿的性格的话 你是什么慢性的还是急性的 我既有动的一面有静的一面 遇事我会果断的决策 如果没有事我会沉静下来 在厨房的时候会进行享受这种做美食的过程 就我们导演跟她约拍片吗 等了我们女嘉宾半个多小时她才来 我估计阿姨应该是喜欢打扮的人吧 出门前就仔细打扮一下 不管你在干活也好或者出门好 我总喜欢就是 我出门不愿意等我 我出门就起了咔嚓 难应 所以说你跟我一起出门也就是 通常走通常回到大碗回家 男嘉宾你介意吗 就比如说你约的出去 然后你在约会地点等他半个点 他姗姗来迟 我介意 然后摇个头 不是 介意 他不是弄我 我必须要男人等我 因为我要是打扮你得体一点 我最后点他确实都挺完美的 我觉得可以了我才能出门 但是时间上我是尽量去掌握 对呀 那等他见了我 这卡手真没整好 那卡没整好 对我来说 真的我心里会不舒服 对 因为我很注重这个仪表 那你为啥需要男人等你 因为可能的话 他要出来找我可能就差一会时间 时间差一点 这个等一点也代表了他的成绩 你比如说你俩约到一点 你会再开一看表 一点了 没来 转身就走吗 就过五分钟我转身走 你转身走 是代表我要分手 还是我很生气 代表生气 生气 都不会打个电话 吹一下吗 你就不给机会 不是 你晚了 你应该给我来电话 这段时间他都没有耐性的话 那怎么往里先走 我就先走了 对你来晚去 打电话上去 变形这些大男子主义 对你现在就跟他多走 我到这你咋没在呢 过点呢 这时间过年这么强吗 对呀 那没到你作为男子 你应该给女子打 是不是洞上堵车了 会有什么事耽误了 那你应该问一下 你应该问 告诉我 我来晚了 那我在忙 现在有什么事耽误了 在忙 你先忙 你打电话 忙就没时间打电话 我比喻忙没时间 那你在那等着 你应该打电话问一问 是不是 那在路上还得需要时间 什么红杆港咋的 人多呀 公车都有本 那就晚了咋的 那晚了 那你承认错误 承认错误 为什么要承认错误 那你晚为什么晚呢 有事儿了 有事儿 电话咋一个呗 没法跟你口吼了 只要强到这一点上 小事上 男人要大作 要担当 不是 时间关系你不懂 但是绝对你生死 不知道 我跟你讲 小姨 我叔啊 之前是交通局干部退休 你知道交通局那个地方 就是非常严谨 刚才叔叔为啥说跟生死有关 但是 叔叔 你都已经脱离岗位 你现在谈恋爱 你现在怎么把当领导 那个驾驶拿到相亲舞台 你还这么要求你未来媳妇 那你是找员工 那你还是说你找媳妇呢 不会呢 还有我呢 那电话通 你在哪呢 来没 哎呀妈呀 我这边堵车呢 你再等我一会儿 你能等吗 但是我要是男士 我要等我心爱的女士来 我哪不过两个人没来 过十个人没来 我会打听 问到哪了 出了什么问题了 是不是 这是男人 不是男人 男子汉搭档 我这边又在包容 又担当 你有一些路线 你还玩不玩呀 不尊重人 这和有事的时候 发生事件的时候 和尊重不爱的 有事就说清楚 我有事完了 我告诉你 设计了 车马坏了 那我们没法沟通 您听过敏 妹妹 没法沟通 其实生活当中 可以给对方一些机会 比如说你给他两次机会 给他三次机会 是吧 如果要是说 对方真的是能够 把你放在心上 而且对你特别负责任的话 他一定是事不过三 他可能是堵车 可能是绕道 可能是身边 突然间出现某一些事情的 真的就不能够按点到来 对对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是可以商量一下的 但是如果要是真的 对方一贯的习惯于 不把你放在心上 然后就真的 反复地迟到 一直这么迟到的话 那你大可 就转身离开 这没有问题 我是一号女嘉宾 你好 我因为男士等女士 是应该的 因为一个是女士为他打扮 二一个是也许有一些事情拖延的 但是可以给他打电话 亲爱的等我一会儿啊 我再晚到十分钟 你稍等一会儿 别着急 男嘉宾的意思是说 如果女士不给我打电话 解释你为什么要来往 我绝对不给你打 我到点就走 要是这样做 连朋友都没了 可以说 并没走进他心里 他心里要是惦记的话 宝贝你干嘛呢 还有多长时间能到 你现在在做什么 到哪儿了 一定会打个电话去问 如果他心里没有这个人 没来那我就走了 回头你打电话这儿 我刚才等你来的 我看你没来我就走了 这个我连朋友都没了 那你为什么来晚呢 又来了 告诉我一下 我给你打电话 你没接着 我告诉你了 让你多等我十分钟 这点耐性都没有啊 他的意思是说 你只要告诉我了 我能等 如果对方说的 你等我一半个小时啊 那行啊 那我一定会给你打电话 再等我半用个点啊 我这边堵车了 那可以 别着急啊 那再打电话说 不行还得半个点 等没 他可以等 对 那你又没有电话了 你给他下通知 你不下通知不知道 对 这点太焦条了 他脑子在 我预计 我预计 他发生的情况下 好 先等会儿啊 你好 我是二号女嘉宾 因为我和你这个男士 已经约好了 谁晚了 谁早了都无所谓 如果说要是我和你约会的话 我迟到了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万一我有什么事呢 我来不及给你打电话 你不可以吗 不是说完全男人主动 肯定他有事 没有事他不可能 不给你打电话 你应当主动打电话 问一下 我给你打电话 我来订阅医院 居然给你打电话 投机信 12点50号 过点打 过点 谢谢你知道 你有事你通知我这 那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等都没有 你等的时间你都做不到 一个电话你都打不了 哪 谁你来完了你不知道 你真做不了男人 我跟你讲 男嘉宾女士特别容易上纲上线 她觉得你连生命中的五分钟 你什么都不愿意给我付出 你还能给我付出什么 对 你什么都付出不来 一个时间你都不付出 那你为什么来完了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要是没有事 你来完了你应该告诉我行 你那为什么 你不给我打电话 你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越进点越好了 你担心我 你就可以给我打电话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愿意 他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他为什么不给我打 假如说 假如说我是出车司机 假如说我这边车滑了 或者怎么出现什么事了 我还得先跟你打电话 你不能都跟我打电话 我为什么要跟你打电话 我平时还跟你先打电话 我先处理我的事情 完事之后 你不说给我打电话 你作为男人 你什么叫关心女人呢 你能关心女人吗 你也完了 晚点 晚点是很正常的 我这边是有事 什么叫有事 对不对 我有点生气 有点不行的 不是二号阿姨说的对 他当时确实没有时间 急得可能把这个 给你打电话时间错过了呀 电话一分钟是问题 我不能以你为主 他想不到那个时候 可能第一时间 他先给保险公司打了 对我不能以你为主 你得以 你得把一分钟 保险公司挂电话 那人保险公司 跟他聊了五分钟 什么情况 怎么怎么的 然后第二个 给交警大队打 对 给你排到第三的时候 都已经一点十分了 我这边有事 没有事的人 不可能去晚 对不对 那你约这么约会 我不会什么约 叔叔 反正我走了 叔叔 我觉得这三位嘉宾 都跟你能吵架 要是没有一个 可以啊 你可以用练吵架 练自己的语速 也是可以的 慈性关键 跟进慈性 不应该是 是不是你要对 晚一分钟 你走了 我算了 我说三号女嘉宾 约会晚了 等了着急 是那回事吗 你说俩人在一起出门 约会好的 不会晚的 和你等他一会 和他等你一会 俩人出门 哪有那么等的 起了咔嚓去 回来再做 又不是什么原则什么事 不然是回来再解决别的事 对 这间民室里边的 几位女嘉宾都急了 他觉得他自己行 你能等谁 对 谁能要你等 那你得要提前一个点 不是 得照常提前半点 我们女人有的时候吧 出门真的有很多麻烦事 凭他这一个电话不打 他就这也是太口 你和他过日都没法过 他接受不了 他不是靠小夏 挑衣服 化妆 然后呢 可能要带一些什么什么东西 真的不是说我们不尊重你 而是我们可能忙着忙那 那就忽略了时间 接下来有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有请 好的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女嘉宾 先稍作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吗 好 再见 我觉得这场婚子够呛 跟你讲啊 男人在跟女人吵架的时候 一旦自个儿赢了 他就把爱情赎了 对 对 吵架占上风 那媳妇就丢了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说咱们得示弱呀 懂得 看来 从演员上啊 从各种方法都不配 其实我想说的是 你看男嘉宾呢 就较真在这个时间上了 我也很想夸他两句 就是这样的男人呢 其实是挺靠谱 挺有准的 我们说就是你交给他什么事 绝对他不会把这件事啊 或错过了 或者忽略了 我觉得能体验出他办事认真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掌声尤其两位女嘉宾 在演唱 在我面前的后生当中 选择引导题来问对方 1.你介意我经常出门聚会吗 2.你介意我还需要工作吗 3.您多长时间换洗一次床单被罩 4.您会拿我和你的前任做对比吗 5.在一起之后异地怎么办 6.最想去哪旅游 有请我们的2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选择6.最想去哪旅游 男嘉宾 新加坡 新加坡 他亲近在那儿 他闺女 对 4.你家宾选择一道题 我选择4 4.你会拿我和你的前任做对比吗 不会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3.多长时间换洗一次床单被罩 我半个月了 因为我没有时间 不忙的行 我在家一会儿就是三天 不在家出门 出门多长时间 回来也都换 换一次 换一次 是吧 男嘉宾多长时间换一次 3年 3年一换 好嘞 接下来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来 好 接下来就我们爱着选择 心动时刻 来 玩就在男嘉宾的手上 好 有请三位 背对背站好一个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3 那就晚了咋的 那晚了那你承认错误 承认错误 为什么要承认错误 你我为什么晚呢 有事呢 有事就这样话打一个呗 没法跟你口吵了 2 有点太不爱说话了 你要鸡眼了是吗 对 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 你问我 我问你工资多少钱 是 是 最后选择环节 男嘉宾会选择 事业女强人 还是温满优雅的她 爱的选择 精彩稍后继续 早也渴 晚也渴 天气一变 渴渴渴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周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喘喘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焦碗 采摘广西大峡谷黄金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一克黄金油 要力大要效强 好书宝牌黄金油焦碗 去的了盘 振的了壳 停的了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科学研究发现 0-4摄氏度低温条件下的冷鲜肉 微生物被有效抑制 肉质鲜嫩 香味十足 太好吃了 为了家人健康 我推荐大家使用双绘冷鲜肉 1 请选择 好 非常地遗憾 有些三位来到我身边 男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 男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 男嘉宾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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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我们女人的喜能 都这么搞得像的每个高层 这么小小一点事 不至于 作为一个判断 择偶的标准 我以为太久了 男嘉宾的想法是 你不按点来 你是不尊重我 女嘉宾的想法是 我没按点去 你不等我 你不爱我 首先是人品 首先是人品 角度不一样 但是以我打跟你说一下 人品我们是不是说实话 是立得住的 但是毕竟谈恋爱这个事吧 咱过得也不是说像 找领导是不是 咱过得是找老公 对自己的关爱和爱护 是不是 所以叔叔 您得改 您得合计合计 回去总结一下 女人要的是爱 要的是包容 对了军事化的生活 是不是 对 来吧 非常感谢几位的参与 来 谢谢您的参与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我会找一个 自我动我的 大家好 我想找一个没有不良嗜好的 有一颗真诚的心 你真 我就真 你假 我转身 我想找一位男士 能懂我的一个男士就可以 生活没有负担的 有演员的就可以 年龄不限 我想找一个70岁以下的 最好是上偶的 有双膀的 有房的 我想找一位眼里心里 都是我的男士 其实我想说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底线 在两个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最好先把自己的底线 跟对方说一下 这样可能两个人生活在一块 不会累 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 想看往期节目 了解更多资讯 请下载 北斗荣媒客户端 好的 在这里 非常感谢电视 今天所有 我跟我的观众